這麼長篇幅的應該是第一次 以前可能在不同的戲裡 會有一下子一兩場這樣 應該算是第一次的經驗 中年以後來務農的一個人 他並不是樂活 他是一個沒有太多本事 但是卻想要很多的一個人 他出場以後 是因為有一個意外的訪客 來到了這個農莊 然後這個訪客發生了一些意外 然後勾起了一些他的念頭 在過程中有一些場次 你會看到他想去壓抑這個慾念 但是隨著周圍的氣氛 和發生的順序 他的那個慾念就越來越強 我跟他的合作那應該是15年前 他那時候才22歲吧 今天可以在一起演戲 他變成了一個很成熟的男人 但是你跟他互動中 你還是可以感覺到純真的那部分 我覺得這很可貴的 一兩句話 一兩個神情 就可以感覺到柏林的那個 讓人喜歡的良善的那一面 大家以前對柏林的印象就是愛情 可是當他走到了一個社會邊緣線的時候 他有另一種樣子 當柏林一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周圍那個氣氛 他旁邊帶的那些人就不是善淚 但是當他一反應 你又覺得他其實還蠻良善的 你會蠻希望他做的事能做成的 只是徐柏這個人物跟他 並不是在看他嘛 而是在防他 我蠻喜歡老楊那種固執的感覺 因為他的那個固執 跟別人的調性不同 他一直在幫大家惹麻煩 但其實你知道他是想把事情做好 這個是我覺得挺可愛的一個面向 我也覺得冠迪他的表現也很精彩